我们先来摆好姿势 侧窝到垫子上 骨盆向前正立为身体不要晃 小腿向后上方翘起 翘到啥程度呢 就是腿向上踢的时候 你要感受到是腿外侧胯的地方在发力 你可以把手放到你的胯上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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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腿抬起来与宽同高 上面的脚尖向前把小腿绷直 下面的腿稳定住 来先做一个前点地 然后抬起来的时候与骨盆是一条直线 去感受你跨的那个点带着你的腿再向前向后 好最后是我们的30秒向前踢腿 踢到骨盆 踢到骨盆的正前方速度不要快控制呼吸 吸气的时候向前踢腿 呼气的时候向后摆腿 感受整个大腿后侧的拉伸 保持你的膝关节和髋关节同高 不要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好换腿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注意点 就是全程上半身稳定住 核心收紧 骨盆要一直向前 腿全程不要放松 先抬腿 然后顺时针画圈 逆时针画圈 前点地 前踢腿 记住这个流程 什么时候做都可以 每个动作30秒 这种含有普拉提元素的瘦腿运动 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拉伸 所以之后不需要再做拉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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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